娱乐缺星 给大多数人的印象都是光鲜亮丽 风光无限 其实两多明星老家也是如我们一样 没到逢年过节 明星们也会回老家投亲 各位明星回老家的状态也是各不相同 有的衣着华丽 有的则非常接地气 最近胡哥的猎场在此被刷屏 迎屏上的爵士号男人居家暖男 回到老家的胡哥亲自下出炒菜 据说他最拿手的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看着大铁锅也是接地气 刘强东带奶茶妹妹回老家 这一看奶茶妹妹就是讨长辈喜欢的乖女华 看夫妻两人面对老人的笑容 好亲切 刘强东还自己烧柴火 做饭 烧菜做饭一把抓 这样子真的不像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吗 都以为明星嫌弃路边摊 可是进一中回山东老家 却经常会到路边摊吃饶点 这驾驶还真接地气 是不是和平日里的八道总裁饭有点差距 小郁郁的出身大家都知道 苹果家庭出身的孩子都早到家 就算现在出了名赚了大惊 小月月依然爱护着自己家里人 现在依然简朴朴素 回到老家还是如没出名时一样 下地捡玉米开着三轮车给老乡亲们送礼 和父老乡亲谈天说地 大家回老家都退去了明星的架子 回归本镇 但是到了李湘这里 华峰就变了 身穿皮嫂和王月伦回老家 好像一副领导来视察的样子 豪气十足又板着一张脸身边的人都跟着拍马屁时的 而从下车到吃饭 李湘的墨镜全身都没摘下来 菜饭桌上更是都不动快 难道是山珍海味吃惯了 这些粗茶淡饭就难以入口了 还是嫌弃乡下的碗筷不卫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